哈喽大家,欢迎回到爱丽12月份的Vlog 哈喽大家,看外面又是阴天下雨湿湿的那种 我今天要去把我老公昨天买的一个手机壳给退掉 他手机坏了嘛,想买手机 结果就先买了个手机壳 手机壳买好了之后,发现那款手机没有了 所以手机没有买到,然后手机壳就砸手里了 一个手机壳20多欧,我想说干什么 要我赶紧今天去把它退掉 要不然留着那个也没有用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不是明天几季开始 就二次封城了嘛,我今天不退 明天就退不了了,再退估计就是2021年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就赶紧去,顺便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现在德文都疯了,你知道吗 马上过圣诞了,圣诞礼物还没买 结果商场就要关门了 所以大家也去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们昨天在市中心的时候发现 所有的那个商店门口都排队 而且是排了剧场的队,都超级超级多人 我们这边新开了一个超市 我今天来采购 这家超市里面我找到了这个 我最喜欢吃的一个sauce 它是芝麻,还有就是花生味道的,特别的好吃 然后这家超市里面它还有这个 一个荔枝味道的果汁 回家尝试一下,我有点期待 小伙伴们刚才就是我在超市买的那个荔枝味的这个果汁 超级无敌好喝 我倒了一杯 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这种荔枝味特别特别浓郁的 如果大家就在德国看到这个牌子的荔枝味的一定要去买 真的是超好喝,超级推荐 然后现在中午我打算做一个那个三文鱼炊饭 就是昨天我烤的三文鱼不是还剩一件部分吗 还剩一大部分 然后我觉得那个扔了点浪费 然后我今天就,诶,哪呢 今天买了这个蔬菜 然后我就把它切一下 然后做一个那个三文鱼炊饭 然后就可以吃饭啦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bita 因为外面确实是 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现在已经全部封城了嘛 就嘴特别的馋 今年都没有怎么去外面吃过bita 所以我决定自己在家做一次 您提前把这个就是面饼给发好了 我的面这是二次醒发 已经醒发好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开始做就差不多了 我先做三分之一就做一部分 先给我自己吃 因为我老公现在还没有回家 我准备趁他不再做一个夏威夷bita 好了,现在这个面皮我已经制作好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圆的样子 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这个一个专门放在 嗯,披萨上面的一个pizza sauce 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我的披萨出来了 感觉效果是不是还挺好的 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就是这个相机自从买了它之后 过一会儿就要充电 过一会儿就要充电 就是它拍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多小时吧 反正就是挺无语的 那我就用我的osmo继续录 还是我的osmo它的续航能力好 你们知道就是意大利人 特别特别的讨厌吃夏威夷bita吧 就是他们看都不能看 他们觉得这个物种 它就不应该存在在世界上 所以趁他现在不在家 我赶紧把我的pizza吃掉 等他一会儿回来了之后呢 我再给他做一个 就是他比较喜欢的口味的pizza 来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吃 你看我这个饼皮 就是这个底做的还挺薄的 好吃 超级开心 第二个pizza也烤好了 这个就烤的稍微大一点 因为我不想再把它从中间分开 然后做成两个小pizza 用不同的馅料了 我觉得有点麻烦 这个上面呢 我准备放这种生火腿片 还有芝麻菜 哈喽大家 今天外面天气特别好 我要去找我一个很长时间 都没有见的闺蜜 去他们家喝杯酒聊聊天 八卦一下 我们两个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了 她最近工作一直都很忙 然后这部就是18号吧 今天是12月18号 所以其实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开始放假了 她也是今年最后一天工作 所以我就去见见她 然后顺便去给她买一个圣诞礼物 因为之前都比较忙嘛 然后今天去给她买一个小小的礼物 oh no 这是我在公交车站看到的 她家的猫猫丢了 oh 希望快点找到她 我们吃一点零食喝点酒 街上还是有一点圣诞彩灯的 那边远处 这边有一棵圣诞树 虽然没有往年的圣诞气氛了 但是这个彩灯还是必不可少的 好了 大家 今天已经下午2点了 我还没有出午饭 现在开始做 本来我是想做这个 馄饨 然后一想没有精神算了 我看这个皮它是方的 我想说能不能把它改 就是改良成锅贴 我一会弄一下 成功了告诉大家 今天起来更新了一个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好了 我做完了 我每次做锅贴都不好看 它都长得特别的丑 虽然味道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 我不知道有谁的锅贴做的特别好的 能不能指教我一下 hello大家 今天中午呢 我们又吃的比较晚一点 我们吃这个杂粮饭 还有烤鱼 这个鱼就是里面没有刺的那种 我做了一个很久没有吃的蒜苔炒鸡蛋 我们今天中午准备吃汉堡 我昨天跟我老公强烈要求 我说要吃汉堡 然后他说他给我做 这个是我们炸的培干 还有他准备的一些配菜 这个是正在煎制的肉饼 我希望它一会儿会好吃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 它那个红薯的薯条 我一直很想吃 但是我不知道它会怎么样 一会儿我们放在烤箱里面烤一下 我告诉大家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推荐给你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汉堡 有点大 感觉嘴里都放不下 这个是烤好的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红薯的薯条 这边还有两个汉堡 肯定是吃不了了 我们这边每个周三 都会有一个来卖鸡蛋的大爷 我们就特别愿意在他那买鸡蛋 因为他都是自己家养的鸡 我们觉得那个鸡蛋就比超市买的要好吃 两盒鸡蛋二十个差不多 四欧我们觉得还挺好的 今天中午呢我们决定炖牛腩吃 这是我刚刚切好的配料 我在里面放了一点那个麻辣香菇的底料 再放上油 等油热之后把焯好水的牛肉 就是在这边焯好水的牛肉放进去就可以了 加入刚刚切好的配料 这个里面我们放了干辣椒 我刚刚已经都闻到香味了 之后呢加入生抽老抽料酒还有糖 把它翻炒均匀差不多五分钟 等它上色 你看这个颜色很漂亮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加入开水 就直接把开水直接这样倒进去就好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盖上盖子 让它炖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不要放盐了 放盐的话那个肉就感觉炖不烂 最后一步的时候再放盐 看我炖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其实它这个时候口感就已经很酥烂 很好吃了 这个时候呢我要把它 我要加土豆进去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土豆 等一下吸了那个牛肉的汤汁 会更加的好 更加好吃 一般土豆的话我会炖一个小时 这样就更加软糯 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里面放那个萝卜啊 或者是胡萝卜之类的 都随大家口味 登登我们准备吃饭了 这是我炖好的 辣牛腩炖土豆 我还做了一个蛋炒饭 就是那种蛋白和蛋黄都分开 瑞利分明的那种 太好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们今天呢要去我老公阿家吃饭 你们知道吗 就是跟意大利人约饭 他我不知道所有人 反正我老公家是这样 他们从来都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出发 然后什么时候到达 他只会就是 他到你楼下的时候就突然打电话说 我到你楼下了 所以我就是一直准备好 anyway我今天早上炖了排骨 准备带过去跟他一起吃 我从来都没有给他们做过中餐 所以我希望他们会喜欢 然后这边呢是我给他们准备的礼物 也没有什么就是给阿姨和那个姨父 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就这样吧 那我们出发啦 今天就我们几个人吃饭 人数比较少 我们都把相聚的人都分开了 这个是阿姨做的意大利面 洋记的 我以前也没有吃过 希望它会好吃吧 看看阿姨家的圣诞树 我们家都没有布置 阿姨家每年布置的都很好看